纸币要是受潮了 您会怎么处理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摊开 放一边 等它慢慢的干了 大不了也就是一个吹风机 但是在安徽的庙先生 却因一时的突发奇想 险些把这万元的现金给毁了 几个月前 庙先生将积攒的一万块 装进了一个盒子里边 放在床下保存 三个月之后再去拿的时候 就发现大部分纸币已经是受潮 涨没了 情急之下 这庙先生突发奇想 他就用微波炉来烘干 结果可想而知了 微波炉运行一分多钟之后 钱就烧起来了 庙先生顿时傻了眼 这本来是受潮的钱 现在烧焦了 没办法 他只能带着这些被损坏的钱 去求助银行去 好在经过修复 庙先生拿回了7200块 虽然损失了不少 但是庙先生觉得能拿回这么多 已经是安慰了 十一县长一致 是吧 下次钱再受潮的话 直接摆在阳光下晒一晒 这晒干了 拿到银行兑换不就可以了吗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